炎炎夏日不少人都会来一杯手摇饮 不过小朋友喝是适合的吗 独理学者赵明威他在脸书上面点出了关键 他认为其实是在于量 因为一般700毫升的全糖手摇饮来看 糖量就将近60公克 那如果换成半糖的话 大约是30公克左右 小朋友一天的精致糖摄取量 建议是在25公克之内 一天一杯饮料就算是半糖或微糖 也很难不超标 炎热天气很多人都爱喝冰凉的手摇饮 但孩童喝含糖饮料是合吗 独理专家赵明威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其实关键在于量 即使孩童体重比较轻 但每天喝一杯半糖或微糖的饮料 也很难不超量 一旦摄取过多的糖分 恐怕影响孩童的学习力跟记忆力 其他医师也这么说 很多人糖分都够干 他的老夫人就会形成一种 很不自然不稳定一样 那你看现在很多小费 到底摄取多少糖分是过量呢 营养师夏子文指出 如果以成人来看 每天摄取精致糖的糖量 不建议超过50公克 未成年孩童 则不建议超过25公克 如果点一杯全糖的手摇饮 糖量大约是60公克 换成半糖 糖量也有30公克 换算下来 孩童就算喝半糖的手摇饮 糖分也会超标 建议让孩童多喝水才能有助身体健康 记者做不到 记者做不到